借着天国道的教导 借着天国道的教导 我们就明白成为永恒新父的要求 就是不断尋找出每个时代里面 神赐与新父教会的定命 并且倚靠圣灵 附上一个个力不能性的枷锁 结出圣灵的果子 跨圣人生的天国道 赚取永生的奖励 事实上,过去33年里面 神要求石安教会进入的时代定命 确实对于任何人来说 都是强人所难、力不能性的领域 是普世人无法做到的事情 或者,对于喜欢一直冷眼旁观的人而言 石安教会确实拥有却越非凡的成就 做到教会界很多前所未有的工作和侍奉 在他们而言 每次暂身的突破都是一种成就 但神的事点里面 石安教会33年里面一直从未停止 不断寻找出每个时代里面 神给予申父教会的定命和计划 从起初永不重复的信息 永久免费送出的每篇讲道带 设立AB家序模式 致圆圆不绝创作 以及免费送出石安新歌 创立说的聚会 伸走恩高街头报道 展开这9年里面2012荣耀盼盼信息 解开千古之迷 甚至近两年里面 铸造世上最好声的石安剑耳机 开创PZ完美音式讲座 TOME曼德拉效应讲座等 虽然我们石安教会做到普世任何大教会 都无法做到的工作 但神眼中并非看重我们产生的成就 更重要的是 我们在切实执行这些越大越难的使命的时候 在过程里面 性格的成长和进步比别人更多 当日和牧师带领石安教会 面对一次有一次强人所难 力不能性的使命的时候 在每次挣扎里面 都需要带领我们克服更大的困难 在圣灵的果子和性格上 需要有更大的自我弱进 突破至更却越的优质 事实上 日和牧师带领石安教会在性格上的弱进 是大部分基督徒一生都无法达到 是普世基督徒都会逃避的决定 当然 对于日和牧师和石安教会 能够做到他们无法做到的事 无容置疑 实在是一项项嬌人的成就 但是面对强人所难的不可能任务 已经会令普遍基督徒选择不断埋怨 但是 每一次日和牧师从神领受强人所难 无積可尋的暂身使命的时候 日和牧师从未选择不信 消极或埋怨 连一次都无 相反 日和牧师会不断倚靠圣灵 求神赐予充足的智慧 完成每项使命 并且坚持至今 才能够缔造出 石安教会连一日都不偏差的传奇 至于普遍基督徒 面对这些强人所难的工作的时候 只会埋怨自己的凄苦和惨痛 持守和相信基督教是多孤单 然而 日和牧师和石安教会在执行的过程中 却在内心世界中 选择以结出圣灵果子的方式 保持信仰上的优美品性 这才是最困难 亦是神最欣赏的 为何神最欣赏我们的 不单只是成就这些使命 而是我们优美的品性呢? 我们在某个动势上 为神做到某个阶段而停止 当然已经是一种进步 但多年来 日和牧师带领石安教会 却从未停止 更从未停止进步 换句话说 我们石安教会从未试过灰心 但可以想象 换了是其他教会 从未达到我们这种 级属的教会和基督徒而言 其实早已灰心到极 虽然神给予石安教会 众多强人所难的使命 世人亦从未赞扬或支持 但日和牧师仍然带领石安教会 每一年都不断突破 从未停止接收神给予我们的最新使命 面对每一次创生的压力和冲击 凝绝不灰心 亦不会减缺我们的火热 但是这一点 外间已经望尘莫及 可见 在性格上的差异 是这么大的分野 这个亦是永恒辛苦 和天国奔合的分别 神持续不断将新的使命和动势 授予我们石安教会的真正背后目的 就是希望我们在生命里 能够多结出忍耐、良善、信实等果子 神独独斥远我们的暂身使命和考验 当其他教会月是不可能完成 我们就可以知道 在每次过程中 神都期待我们有更多信从 更多倚靠圣灵 并且每一次都做得更甘心乐意 这个都是神最喜悦的 神的要求 正是这种甘心乐意 落在其中 时常感恩和珍惜的果子 对神而言 这个才是最重要 所以在旁观者来看 或者他们只会看见石安教会的成就和工作 确实是很厉害 能人所不能 他们却从未想像过 日和牧师带领石安教会的过程中 向神持续一复如何单纯、善良、诚实正直的耐心 每每都攻克己身、叫身复我 在人生里选择拥有更似神形象的性格 旁观者更从未想像过 究竟石安教会在背后 为神呈献以及结出怎样的果子 是哪一种质素 事实上 他们极度肤浅的眼光里 只会着眼于石安教会 创造出来的创举和成就 根本不重视我们在完成这些使命的过程里 从内心里栽种出的圣灵果子 就是在我们内心成长的性格以及内涵 普世旁观者看错和遗留的 却是神汉为最宝贵的质素 过程里面 神不断给予我们各种使命 正是因为神极之重视这些果子 唯有永恒辛苦 才能够遇上各种强人所难的使命 背负每次重担和家所的时候 不单能够向神交出各种创举和佳跡 还能毫无怨言和半点灰心 比别人更倚靠圣灵底下 结出更良善、更美好的果子 交出各种优美内涵 这就是神一次又一次 持续将暂新使命托付给我们的目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